所以如大家所見 這是新卡沒有錯這是新的法術任務 那基本上現在我在玩的是一個 新的爐邊 這個爐邊裡面可以玩一些玉卒的 這個 新卡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留這張秘法法術 目前我覺得秘法法術應該是 最稀缺的資源 不凍結 其實同為法師內戰 未必有東西可以觸發這個 我們應該要吃法術多抽牌 先點燃一波 點燃是一張蠻好的牌 我其實覺得我覺得 對面的我比較厲害 可能要拿發現法術 交換 更換 所以 我今天搞不清楚對面的我到底接了什麼東西 OK 所以這裡的我缺的是冰霜 對面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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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我們缺秘法 其實我可以打這個冰霜 我會不會其實抽牌沒有錯喔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任務其實有點不大好因為你有點為了要 快速的解牌開始要 就是比較浪費一點之類的 其實並不是最好 感覺還是應該打個張 我可以打這個我 然後我會打這個我 2個兇猛 而且其他的牌量比較多 另一個我的牌量比較多 我們缺火焰跟冰霜 其實在這種對決裡面 你有手下給對面點 讓對面解任務 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 這裡其實有法式牌 這裡其實有手下 我們比較想要的是秘法 我們應該還是要拿這個 對面的狀況比較理想一點 金霜跟秘法 新的這個受困法師其實跟這個任務非常大 對面狀況其實比我們好非常多 好非常之多 丟圈圈喔 這個沒有辦法疊兩次讓這個變0費 因為這個本身自己也是火焰法術 我們等一下應該會打冰霜出去 然後 主要是這個解完這一張其實是5分 丟圈圈在法師內戰裡頓上是不錯 我對面帳號運氣感覺比較好一點 對面帳號比較強一些 呵呵呵 火焰跟秘法 火焰 跟秘法 火焰 我記得裡面有秘密喔 這盒抽牌我都應該要接受 我應該也是直接打這個 OK 非常酷的特效喔 對面的手牌依然是爆炸得多 呵呵呵 呵呵 再跟對面重生一次 對面也是我 呵呵 補 OK 有拳圈圈圈 這應該是我們的計畫 我們應該要用這張來補 手牌 然後拿 法反 應該有 秘密 沒有 我們比對面 我們比對面早一段解完任務其實還是有一些優勢喔 雖然我們 東西有點少 呵呵呵 秘法 對我自己有發犯我都忘了 所以這樣子 這樣其實不會解到任務 OK 這樣就解完了 這也是最後一層喔 我給了我自己一些機會 呵呵呵 自己給自己機會 哇這張超爛 小爛任務之後其實感覺就超 超看那個 超看那個 其實這副就需要很多抽牌啊 我不要確定他到底 他感覺該帶的都有帶啊 就秘法之地什麼的 不過 剛剛對面其實拿到的東西比較好 喔 OK 我大概了解了 這家我也應該要打這個 喔 這個秘密是 剛剛我們其實可以知道這是一個冰霜秘密啦 所以應該是 綠洲或是 寒冰屏障 遇到火燃 這個一定是打臉 死星頂爆 有GG了 OK 自己與自己的左右互搏 其實我有小讓一點啦 主要是秘密都完全亂拆 所以一樣我這裡面 祕法法術應該最吸取了 所以 我大概把火熱給換掉 我們可以看到本尼迪塔斯嗎 沒有錯喔 呵呵呵 這特效有點慫 不過 沒有錯喔 沒關係 呵呵呵 無視標準的空過 解個秘法 拉瑞恩 可空幻法度傷害 可空幻法度傷害 全部都是暗影牌 大概把這張燒掉 冰雪噴射 沒錯 非常積極再集的任務 呵呵呵 好 其實會抽一張 感覺真的是瘋狂在噴東西 我們已經有冰了 我們其實缺火 冰密 冰密 所以我們其實缺火 冰 激素解任務中 呵呵呵 對面一個牌子 感覺還蠻好的 對面一個牌子 呵呵呵 火 我可以把它冰住啦 會發現一張法術嗎 所以我們還缺一張火 冰密 欸 不過密法斯瓦登沒有抽牌效果 所以其實 算 幹了蠻多事的感覺 不過 呵呵呵 未必有那麼好 東西也是暗影 他那個還是會繼續噴 來吧 一起祈禱 好 我們這邊是要火嗎 3 呃 我們現在其實還是打不出瓦登 我們看起來是要下輪打瓦登 然後直接抽 然後直接抽 瓦登王自己抽 其實 對面的血量並沒有到非常多 他自己也自己打了自己很多血量 等等 呵呵 發現到目光元素了 呃 基本上應該還是要打這張 那我們要讀讀看退化之類 呃 這個其實非常痛 他如果撞進來治療的話 我們等一下還有傷害 呃 呃 對面應該想要想辦法 把那張解掉嗎 把那張解掉嗎 嗯 其他用英雄的力就可以了 對面會覺得 我個人認為我的血量有點抖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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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會認為有點太抖啊 節奏這個暮光炸氣絲 這有點傷害 老天啊 來絲雙魚 本來這雙魚變得超貴喔 這件法術傷害加三怪我不是蓋的 所以看起來暗幕的確有一個蠻嚴重的治療的問題啦 剛剛好 大概暗幕不應該打這個催淋魔 OK 呵呵呵呵 我也好險有抽到那張 抽五張的 補習課程啦 不然 不然就是沒有辦法續排是一個 任務法感覺蠻頭大的問題 尤其是我前面那樣子丟法術啦 如果你要解最快的話必須要那樣子丟 就算那樣丟我們也是 六顆水晶才解完啦 所以其實還是蠻痛苦的 所以對面那一副其實是一個 呃 就是Token鋪場的德魯伊啦 雖然有帶任務還蠻詭異的 這任務反而是比較一個 後期的生理條件的感覺 對面其實是一個 比較偏Token鋪場的德魯伊 對面其實也是任務的 不過 帶了一些詭異的東西 我們很想要抽牌吧 現在的祕法秘密好像只有我們八分鐘的感覺 我覺得 閃費抽牌超強 來 燒骨的法師 我們其實想 對 我們想要火爾大拍賣 這非常重要 呵呵呵 火爾大拍賣非常重要 呃 詳細原因你們等一下就知道 呵呵呵 補習課程 呃 我們現在可以先 抽牌 因為這營火蟲群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 留這個火爾大拍嗎 基本上 我們可以隨便噴一張冰霜嗎 不這樣噴的話解不了任務 我們再 再抽一張吧 再來我們還是九張 OK 嗯嗯嗯 對面有八張牌 其實這還蠻抗快欸 這些假其實還蠻有影響的 13點假 呵呵呵 其實還蠻 蠻抗快欸 呃 我沒有安東尼 要稍微記得一下 看 看能不能把這個 火恩法術續起來啦 呃 缺密法嗎 歷法 原來是不是缺冰啊 啊 天啊 沒有任何冰 16張 我們直接在 減逼這個 稍微好一點吧 我們這個還是有嗎 OK 這個 這倒 這倒 這其實有一點點強喔 這其實有一點點強 沒有抽到 呼吸 沒有抽到 這問題其實挺大的 不過 我們應該想解冰霜吧 下面還有一層對不對 對 下面還有一層 我們先解 想辦法解冰霜 解完這層 法力軟筆吧 法力軟筆吧 然後 這一層還有一個冰可以解 這是我們剛洗回去的點燃 呃 火焰還沒丟 有 我密法可以用這個 我用這個解 沒有把任務燒掉 我們並沒有把任務給燒掉 可惜可賀 其實可以做的事情還蠻多 我們可以用在軟冰點燃或什麼的 這個法力軟筆並不是秘法法術 OK 他是食物是不是 食物的類別不是秘法法術的類別 呃 這個任務還差6 6其實還蠻困難的感覺 6其實沒有很困難 可是就變成說我們要這樣子用 撞撞格夫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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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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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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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你們知道什麼時候嗎?是壯壯葛夫的時候囉! 而且不只這樣喔! 我們其實還可以更壯壯一些! 壯壯葛夫是這樣用的嗎? 啊!我是沒攻擊!我剩9滴! 不好意思!我剩9滴! 那我是不是其實死了啊! 這樣我其實死了!除非這可以做事! 我們基本上一定要這樣吧! 所以我其實應該死了! 這個傷害收不掉他! 這不能冰臉了! 這邊撞撞葛夫下來我就爆開了! 呵呵呵! 沒有人能欺負我的朋友! 沒有人能欺負我的朋友! 呵呵呵! 呵呵呵! GG! 呵呵呵! 呵呵呵! 做中可不好像有點強!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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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葛夫 因為整個家都有了! 如果我還是錶壯了! 如果在某家里也不是可以 needle描述! 因為在某家里面就是藍色、 就只能選擇了! 至少很快吧!